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是韩国 中国大陆 除了日本以外 我们来讲话 涨幅在最近里面是相对的比较大 这个原因就是来自于说整个一个AI AI在整个这种过程中 随着美国它一定是最大受惠股 因为所有的晶片公司都是在美国 但是第二个能够受到美国晶片里面 大幅的一个发展性上面而能够受惠的 其实第二个国家大概就是台湾 所以第一个一定是美国 第二个就是来自于在台湾 可是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我们可以发觉到除了在我们之前谈到的 从上个礼拜四下午台积电的法说会之中 它就已经定掉 在第一季中有没有淡季效益 有 第一季之中台积电它的预估的季 是衰退6.5% 它并没有优于市场上面的预期 但主要的原因是它在今年2024年 整体的成长性 它2024年预估半导体平均是成长10个percent 台积电它是成长20到25percent 所以台湾里面来讲话 当然就是仅次于美国 它最大的一个所谓受惠的国家 原因就是你看台积电 它在法售会里面讲的 半导体平均10个percent 它20到25 这是几倍 这就是一倍以上 对不对 在这种过程我们也要知道 在第一季淡季之中 它说什么东西好 什么东西不好 也就是说苹果它会有淡季效应 手机它没有讲得很明确 它只有讲苹果会有淡季效应 对不对 车子它也没有提 它只有说苹果的淡季的效应 在手机的部分 它让什么 它由AI跟HPC 叫高效能电脑去做弥补 所以你就知道说在最近里面 我们在之前就谈到 说这很奇怪 我们在之前还没有涨之前 蜀方是不是就跟大家讲说 如果我们以季线下弯 去算时间 整个一月中旬 AI相关的概念个股 技术整理就会完成 它就会有向上的一个机会 当然AI伺服器在今年2024年 它成长的基期是很高的 但是如果从2024到2025年 2025年还高度的成长 就从AI伺服器到所谓的细致材 这个部分留意 可是在今天有一个很特殊的族群 就是在选举之后 所有的政策相关的概念个股 除了全世界极力发展AI 台湾也是 AI就跟你谁执政没有关系 这是世界的科技的潮流 可是有一个族群上面 在今天就很强 风力发电 跟所谓的一个政策上面 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其实我今天看了有一份报告 它的分析还不错 我们等一下里面来讲的话 会跟大家 从那一份报告的内容 我为什么会认为不错 它分析的是有道理的 我等一下来跟大家 一开始去做一些的分享 所以台北股市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五日均线的乖离 它真的正拉得非常的大 我们可以发觉到 以五日均线的乖离这条黄色的线 它基本上而言 它已经到一个正乖离上面的极限 也就是说 如果以指数上来看 2%到4%以上 它就称之为正乖离很大 如果以今天 为什么会带出一个上限 就是因为它已经到了 五日均线乖离的极致 如果个股的话 就是4%到6% 它称之为正乖离 所以台北股市目前正乖离很大 震荡是在所难免的 你看台积电今天也正了 那你就观察一下 短线上面的日KD指标 已经交叉向上 看到没有 已经交叉向上 你就短线上面偏多 到日KD交叉向下为止 那已经去进行了跌势的反弹 那目前的周KD还是在修正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来看这就是周KD的指标 目前的周KD的一个指标 它目前在密合 那也就是说 假设短线上面涨多 压回 而周KD指标又在交叉向上 那个又变成中线保护短线 所以台北股市 我在之前才会讲说 台北股市它目前 因为它又重新 把过度投机的那些资金 大家又秉除掉了 又开始回归到业绩 那为什么回归到业绩的原因是 现在已经是一月底了 没几天一月就结束了 二月份工作天数没有多少天 你的财报空窗期已经没有了 再加上你的一个轄空 轄空最旺的时候 大概就三月四月 你也要结束了 所以你过度投机的 个股里面来讲话 你甜蜜期 就是黄金期要慢慢过去 所以整个一个业绩成长个股 它的资金里面来讲话 它会再度的你看 随着整个财报的公布 随着台积电的法说 所有的AI是不是 败布大护活 满血的护活 而且很多都拉出 非常多的一些的涨幅 那另外部分来讲话 你可以发觉到 在这一次里面的上涨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新台币 新台币在最近里面来讲话 它是指贬的 可是在这种过程中 我要提醒大家 台积电的法说里面来讲 它就已经讲了 第一个它手机 奖会衰退 车用它没有讲 然后目前在国外里面的科技产业 会去创新高的 也是只有AI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在这个过程之中 从过去去年 去年到未来来讲话 这个时间点里面 你一定要记住 科技产业上面来讲 一定是以AI为轴心 它去发展出来 这个部分你可能要稍微去做留意 新台币开始执贬了 外资齐选限 有没有同步做多 看起来期货还没有 对不对 只有现货市场上面大举的偏多 为什么呢 因为它被嘎空 之前里面外资是比较空单居多 它被嘎空 所以这个部分要留意 另外一部分来讲话 如果说台北股是涨多了 这个时间点的内置力量 又不能够由弱转强 它是你要去看的 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来讲话 我们可以发觉到 整个一个集中市场上面 它是够强 因为台积电法说 可是OTC市场 它还没有去转强 那你就去看它这一条 有没有看到 这两个高点连接下来 连接下来这叫下降压力线 能不能够去做突破 那就是由弱转强 那目前的际线 我们上次就已经讲了 我说接近际线 靠近际线 因为当时候的际线 它扣的位置是相对的低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接近际线 靠近际线 不管际线破与不破 那个时间点 你是不可以去做什么 不可以去做一些杀低的动作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 整个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我们可以发觉到台北股市 它在这种过程 这一次里面 这一条线 绿色这条线就是季线 它扣的位置比较低 所以这边里面来讲 我也要留意的就是正观力 开口比较大 五六均线的正观力 开口比较大 那在这种过程中 你就不要过度的去做追高 那我们就要先来谈谈 我们说 为什么台北股市在这一次里面 可以满血的大富货 就是说去年的第四季 新台币真的大幅的升值 你要让很多的公司来讲话 没有会退的损失很困难 所以有些的公司 它就靠自我本身的毛利的上升 而使得会退的一个损失上面来讲话 比大家想象中来得好 其中里面率先在AI伺服器里面 公布的公司里面 它就是伪创跟违影 我也跟大家讲过 那因为伪创法人本来就估 去年里面来讲的话 加上业外就是4.08 那公布出来 大概是在 这个公布出来 也就是这个数字 就是4块钱上下 所以就代表说 在过去大家还是搞不清楚 我在之前就讲过 说第一个 如果你以6块钱来估 6块钱15倍本益比以下 所有的AI伺服器相关的概念个股 你就是不要去做沙丁 那它基本上而言 它就有机会来到 20倍本益比以上 那就是你的一个机会 那伪创在去年里面是4块左右 今年是6块到8块 有人估6块 有人估8块 就7块钱上下 1块钱左右 那它出来的数字 是不是符合预期 而且三绿三升 那你过去里面 你看伪创 为什么会 你看不出来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 大家在之前一直说 伪创的营收不如预期 怎么样怎么样 第一个我在之前就讲过 说整个一个伪创 它的营收 你去看会不准的一个原因是 它的手机的部门 它卖掉了 它把手机的部门 卖给塔塔 所以营收的下滑 很多人说你营收不如预期 营收不如预期 我就觉得很好笑的一个原因是 你到底知不知道塔塔 是做什么的 它是做手机的 你的印度厂就是卖掉了 你的中国厂就是卖掉了 所以在这种过程 它营收本来就是要下滑 但重点就是在于说 当它的比重 你因为手机踢出去了 对不对 你踢出去之后 你的AI伺服器 是不是占有你的营收比才会比较高 所以你的第四季才能够三绿三升 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如果你的手机还在这里面 我就跟大家讲 为什么台积电第一季 还要衰退6.5% 它AI接这么多 还要衰退6.5% 就是你的苹果订单里面 本来第一季就是淡季 一路到第二季就是淡季 你踢掉之后 你就淡会比较淡一点点 这样了解 三绿三升 所以你看这个数字 747678 你不会感觉到 配合到会退损失 会退损失之后 它一季还是赚一块多 这个部分里面是含有业外 所以它4块钱就符合预期 我也说过了 整个一个AI伺服器 什么时候订单会大幅的出来 第二季 第一季第三月份就要出来 到第二季就出来 加上伪创是少数AI伺服器里面 它开始有做基板的 你说做基板这样子是什么意思 那就代表说它不是只有后段 它有中段跟后段 基板就是中段 所以它的毛利率里面来讲 将来会更高 所以整个一个伪创 之所以大家这样子来看 你就知道为什么 它在上个礼拜五 公布三绿三升之后 就拉低跟涨停107 那我之前是跟大家讲 你6块钱去算15的本益 比你90块钱下 你为什么要去做杀低 我都不懂 那到今天的涨停板 是不是已经到117.5 那你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之中 从90几100到今天117.5 你才去做追高 你乖离这么大 你去做追高 当然就震荡在所难免 所以这个部分 你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那我也跟大家讲 我说维影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就跟大家讲说 很多的个股 你要会去大涨 你要会去标 基本上你要利金利空 因为太多的投资人 跟市场上面的人就很奇怪 他很喜欢去买利多股 那你越来越多人 去买利多的个股的过程之中 你的较上就会很重 较上的人就会很重 所以在当时候的一个维影 在1500块的时候我就说了 维影基本上而言 你曾经有利金的利空 就是中东的订单 那我说中东的订单 把他的国家打下来 可是他站稳 到1500块钱去做站稳的动作 我就跟大家讲过 我说为什么大家常常在讲 先经难买早知道 但是就是有人先知道 你中东的订单说不能出 美国说不准出 可是问题是你为什么中东的订单的 利空的高点 你会去做站上 你有看到任何的利多没有 你就看到他股价 去站上了中东订单的一个利空 我说1500多块 那个就是叫做什么 那就告诉你是假的 一定代表他的一个所谓的出货 他是正常 那现在证明他出货是正常的 再过来维影他不带一样 他跟一般刚刚我们谈到伪创 或是技嘉或是广达不一样 他不是 他伺服器的组装 不太一样的原因就是说 一些有些所谓的AI伺服器 他叫通用型 什么叫通用型 就是他用NVIDIA的一些的晶片 或是AMD的一些晶片 或是Intel的晶片 但他的那个伺服器 他是没有因为各个品牌而言 有任何的不同 没有 他只要是 只要是NVIDIA 他就这样装进去 他基本上来讲的话 他没有任何的客制化 但是所有的AI里面来讲的组装 可以做客制化 客制化就是MRE 客制化 然后配合到你自己本身 因为我们说 大家现在谁不看到AMD 看到NVIDIA眼红 都很眼红 所以不管是你的亚马逊 不管是Meta 不管是你的Microsoft 是不是都要做自制的AI晶片 可是你做了自制AI晶片之后 你如何把这个ASIC AI晶片 ASIC的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跟用到所谓的特殊专案的一个制程 目前来讲只有微影做得到 所以微影的AI伺服器里面 它是含有ASIC跟NRE 就是说专案制造里面 然后特殊性的晶片 然后我帮你完成 所以它是唯一做得到的 这样了解吗 所以在各种过程之中 微影它的评价又可以更高 它原因在这里 所以我们在当时候 在1500块多块钱满 那再过来 我们在这一次里面来讲 还没有起涨之前 刚好这一天 1800多 我们去做加码动作 那到了整个上个礼拜五 大涨已经来到2000 2040 到今天里面来讲 再涨停板已经到多少 2185了 2185 也就是说你从1835 1880 1890 到今天里面是2185 你一张已经赚好几十万 原因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股票就是分成这个样子 就是说你一开始 你在长线上面的低档 利空而不跌 你一定要知道说 这个就是礼物 然后到了在这种过程中 很多的AI相关的概念各国 还没有涨的时候 你来看 我就跟大家讲 这个是不是一个W 我为什么那天会去买 我给大家放大给大家看 这是不是一个W 那请问这是不是一个颈线 你突破了这一根红棒 突破了它的颈线的位置 你拉回回测颈线 是不是回测这个位置 那我说突破的时候 这个叫第一个买点 那这个是不是第二个买点 那这个过程之中 告诉你底型确立 你去买1800多 那到今天的涨停板 已经是2180了 那不是这个部分 我们在之前的川湖 从700多块钱 800多块钱预告 一定会上1000 四季6643的M31 我们跟大家讲的 那你也可以得到验证 今天已经到1100块 可是川湖 等一下有个事情 我要跟大家讲 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就跟大家讲过 我说我没有似是而非的一个答案 假设如果怎么样 如果这样就是会涨 如果那那那就是会跌 那这样不是通胞 我就说三种讲法一定对 不是涨就是跌 不然就平排 这样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意义 所以我才会跟他讲 什么叫对的时机 对的时机就是第一季 你第一季之中 你利空之中 你去做布局 我就跟他讲 AI伺服器第二季才会出来 就像台积电第一季也是利空 淡季负的6.5% 你去做布局 你就能够迎向第二季 跟第三季的大格局 想想看台积电第一季 衰退6.5% 今年要成长20到25% 后面是什么 所以我才会说 我不能够告诉你 第五波的延伸波 高点在哪里 低点在哪里 但从基本面的角度 我说过17956 我跟他讲 我觉得会过 因为这是我的个性 我会事先的跟大家讲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你要跟着属方 在盘中里面 去做一些的操作 在农联里面 财富都中来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我们进段广告之后 再针对有些个股上面 特殊的问题 来提点大家 来跟大家一起去做分享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蜜方都讲得很坦白 我说700多块钱 我就要买窗户了 可是没有办法 没有所有的会员都买不到 我就跟大家讲说 没关系 我们后来800多块钱 840 830几 拉回来里面 我们又去做承接 因为预估窗户 就是继6643N31之后 我们看到的会上千元 以上的一个个股 在昨天就已经上了千元 1020 那我说现在外资财说 调高它的目标价 那今天有人追1100块钱 那我是会建议你 不要暂时不要去做追高 那为什么 为什么会去建议你 暂时不要去做追高 除了五日均线的 乖链很大之外 你要知道这个原因 当时候第三季的窗户 是少数个股里面来讲话 它的业外收益非常高的 你知道它业外多少吗 5.4亿 就是当时候在整个第三季 是新台币大幅的贬值 所以它的汇退收益 是这么的高 那第四季 新台币是大幅的升值 它或不又比一般公司的 汇退的损失来得更高 因为它的营收的成长度 是高达30% 是大家都知道营收成长股 营收成长股都知道 可是万一你的汇退损失很大 你就会不如市场的预期 那可能就不会到这个数字 不到这个数字 那大家就会说不如预期 因为我已经讲了 这个最主要原因是 它在第三季 它的业外收益里面来讲 汇退的收益很高 可能就代表它第四季 汇退的损失也会比边高 当然它在整个线性滑轨上面 在AI伺服器还是全世界最高的 高达50% 那还有什么跟AI伺服器有关系 就DDR5 HBM 在最近里面大家在讲 在这个部分里面来讲留意 那HBM里面来讲 在未来 市载率目前最高的是海力士 所以美光跟三星要急起直追 那三星只有通路公司能够受惠 那是像至上这种东西 那美光的部分是到2024年 今年的第四季到2025年 尤其2025年 它才会大幅的一个扩产出来 那台湾唯一能够受惠的 不是南亚科 它是利从 那整个海力士 它能够这么的成功 变成HBM四战全世界的第一名 就是靠我们台积电跟创意 那创意有很多 它都认证通过了 它就等什么时候收割 不过我提醒大家 创意第四季是有利空的 你不要管它 你要在第一季利空之中布局好 不然的话第二季以后 创意就要上去了 我就先跟大家讲 讲清楚会比较好 那DDR5的部分 市占率就比较高的 PMIC的部分那就是茂达 所以茂达在这一次里面 跌也跌不太下来 相对在高档上面的震荡 因为它的市占率里面来讲是 DDR5 PMIC最高的 那去年大概7块上下 那第一季也是淡季 但是在今年里面有机会成长一倍 这就在记忆体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我就跟大家讲说 还有讲到3奈米的先进制成 今年里面来讲的话 大部分台积电都会是3奈米 但是它的先进制成的资本 直出占6成到7成 这就是艾斯摩尔 艾斯摩尔的股价你要去挑战 挑战你给它看长线就知道 挑战历史上面的高点 那台湾里面来讲的话 艾斯摩尔的相关的概念个股 就是加登 就是凡宣 那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整个一个所谓的3奈米的耗材 大概就是中砂 这个部分你自己留意 但今年里面成长性不错的 大概就加登 不过加登第四季也会有利空 但是我都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大家都知道利空 那就看你看不看得懂 另外一部分给大家看一件事情 在今天里面来讲 这是1519的一个华城 有没有在相对的高 这是6806的升危人员 这是9958的四机缸 尤其最近里面的风力发电 它的走势比基电个股更强 也就是那一份报告 我觉得它讲有道理的原因 就是说朝小野大 没有错 整个一个在野 它一定会有杯葛 执政党上面的动作 可是它敢不敢大幅的杯葛 这是什么风力发电 这一类型的公司 它敢不敢 这个部分里面 又要牵扯到美国 未来的总统是川普 川普会像拜登一样说 你大幅的什么国建国造 国机国造 教改机这个部分吗 我觉得不会 川普在军工国防方面 一定希望我们台湾用买的 但是这个重机电 大家敢不敢 这个时间里用核能不敢 可是你这个时间要发展AI 你敢不敢去杯葛它 让它断电 好像也不敢 因为不然的话执政党会说 你现在就是因为你杯葛才会造成缺电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来讲就很难讲 所以在最近里面 这些重机电 尤其风力发电个股 又更强的一个原因就在这里 你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那份报告 在这种过程之中里面 我就说第一季就是对的时机 你要跟着蜀方在利空之中布局 迎向第二季跟第三季财富的大格局 就趁着广告时间点打电话进来 跟上蜀方在盘中的操作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选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选参考